亚马逊雨林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,因为这个雨林是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一个雨林的, 总面积达到了700万平方公里,而且跨越了8个国家,占了世界总面积的50%以上。 在这里也有很多的热带物种,而且这个特别的地方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,被称之为地球之北。 不过科学家对于这里的探索一直都没有停止,因为这里真的是有太多的奥秘, 但今天我们要说的并不是亚马逊雨林,而是史前原始雨林。 科学家通过不断地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,史前的雨林变化,尤其是最终的崩塌, 导致了当时的陆圣动物飞跃性的进化,而且科学家已经揭示了其一片的过程, 这不得不说,令人感觉非常的惊讶。 史前的雨林,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在石碳纪时期。 那个时候的地球上,植被可以说非常的繁盛,尤其是早期的石碳纪。 其实当时的各种植被的样貌,跟之前时候是比较相似。 早期的一些菌类植物不断地增长,尤其是在气候比较湿热的地方, 可以说不断地生长,让一些种子蕨类也迅速地发展, 甚至有一些长得非常的高大,而当时的气候特别的湿润, 所以也促进了这些植物的生长。 当然史前的雨林正是出现在这个时期, 不过科学家追溯到3.07亿年前的石碳纪末期, 那个时候的地球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 尤其是自然气候环境方面。 当时的石碳纪其实是一个气候温暖, 而且特别潮湿的时期, 而当时的地壳也是特别的活跃。 但是在后期地球上的气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, 原本的潮湿地区慢慢地变少, 而之前的湿润也变得逐步的气温寒了。 不过在石碳纪时期, 可以说是当时地球上植物最白身的时期, 尤其是陆生生物得到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, 而海中的古老动物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 在这个时期的无脊椎动物也出现了质的进化, 消除了当时必须生活在水中的环境状态, 慢慢地爬上了陆地, 尤其是陆地上的一些昆虫之类的, 可以说是当时陆地上崛起最早的生物, 而它们的崛起跟茂密的森林, 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。 现在的研究者一直在分析当时的热带雨林, 究竟是如何崩塌的, 就是在那个时候地球上出现了四族动物, 也就是最早的一批陆地动物。 虽然所限的为止, 科学家所发现的关于那个时期的化石记录, 并不是很完整, 但是却并没有阻能。 我生物学家对于那个时期的研究, 随着不断研究的山树, 逐步地揭开了当时雨林崩溃, 导致各种植物的数量急剧地下降, 当然也影响到了两栖动物。 当时的两栖动物, 本来是生活在这种温暖室温的雨林环境之中, 可是由于后来的热带雨林的崩塌, 所以不得不迫使当时依靠水生存的两栖动物慢慢地爬上陆地。 所以,从这一方面来说, 其实当时的雨林崩塌反而为现代的陆生爬行动物, 或者说是现代的哺乳动物, 以及天空飞的鸟类祖先铺平的道路, 正是有了这一现象才导致这些动物成功地迈向了陆生动物的一步。 大约在3.1亿年前, 这里的热带雨林, 其实气候非常的温暖湿润, 是两栖动物一个非常好的栖息地, 但是到了试探寂寞期, 这种陆生的四足动物数量却在急剧地增加, 而这个时候的气候也变得非常的干燥。 当然气候干燥之后, 随之而来的就是热带雨林环境发生变化, 尤其是当时适应了这种温暖湿润性后的一些植物, 出现了大量的灭绝, 现在科学家已经知道了, 当时的热带雨林崩溃导致了陆生生物出现, 但是热带雨林崩溃这件事情, 让植物也面临着大量的灭绝, 而这种植物急剧减少的现象。 至于当时, 进化成为陆生生物的四足动物, 究竟有什么影响? 科学家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揭示, 也没有找到具体的证据能够证明, 不过由于当时的史前雨林崩溃之后, 进化而来的四足动物物种, 可以说在全球的范围内不断地分散, 从本来这种潮湿的环境中, 慢慢地定居到比较温暖干燥的环境之中, 当然直接进化而来的, 并且能够幸存下来的动物, 就是后期我们所熟悉的早期脊椎动物, 所以现在已经可以分析得出, 正是由于当时的热带雨林崩塌, 所以才导致当时生活在陆地上的, 这种四足动物数量不断地增加, 这可以说从侧面来加剧了地球上动物的进化程度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